大家好,歡迎觀看居家101,我是阿杜 今天的視頻我們將會講解如何錄製PS5的遊戲畫面 並傳輸至USB閃存裡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PS5後面的USB是給外接適應盤用的 前面的才是給閃存,兩個是不能通用的 外接適應盤的使用方式,各位可以參考我之前的視頻 如果把外接適應盤插在前面,會出現錯誤訊息 要你在後面接上支持每秒10GB傳輸的USB Type-A 錄製的畫面將進行在解析硬碟 我們需要到Media Gallery,讓它傳輸到USB 那我們就開始吧! 在遊戲時,按下手柄左上的按鈕可以選擇 儲存近期錄製、截圖或是錄製畫面 如果選擇儲存近期錄製,PS5會自動以1080p每秒60幀的解析度 錄製之前15秒至1個小時的遊戲畫面 如果是手動選擇錄製畫面 可以選擇右方的截取選項 可以選擇至4K畫質 也可以調整截圖以及錄製的格式 甚至是參雜自己的錄影 手動錄製會顯示錄製時間 當你錄製完畢,就需要選擇結束錄製 錄完之後,你可以到Media Gallery選擇你要的錄製 可以在這裡觀看或是選擇複製到USB 首先我們需要在前面插上閃存 閃存會跟外接式硬盤一樣顯示在 選擇設定、儲存、外接式儲存 不過我接上外接式硬盤後,好像並不會兩個都顯示 閃存好像只能在Media Gallery看到內容 接上時它應該會提醒要格式化 不然的話應該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如果不行,檢查一下USB格式是不是FAT32或者EXFAT 我發現PS5會存取大量14秒的畫面 這些並不是我存的 我猜應該是得到獎盃時自動存取的 想要找到自己存的檔案 可以找找不是14秒的影片 或是可以存取整個資料夾拿去電腦上找 單個影片的話,可以移到影片上 按下手柄的選擇鍵 可以選擇傳輸至USB 整個資料夾可以使用相冊 選取資料夾後,傳輸至USB 整體功能都很客製化,非常簡顯易懂 這樣我們就完成啦 如果您覺得視頻有幫助 請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會盡量更新各種居家建議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非常感謝,謝謝收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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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l 按讚 感谢观看